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否释政治 林郑月娥这个狗贾 上去大陆在上海见习近平 习近平叫他止暴评乱恢复秩序 跟着去北京见一个韩正 韩正是港澳小组的组长 中共这个政治局常委 叫他要牢记习主席的吩咐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打击这些外部势力 和激进分裂势力 破坏香港安定繁荣 好了 收了这些上遇之后 回到来香港 就加强武力镇压 黑警就杀红了眼 去对付我们这些年轻人 所以这一场运动 是不是没得完呢 对此一步 即无死所 虽然我自己作为一个 50后 见到我们的90后千禧后 去受这些苦难 我们是内心不忍 但是市民还有什么退路呢 现在 是退无可退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在这里也会很诚恳 和各位同学说 希望大家 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 在现在读书的时候 希望你们武装自己 武装自己的思想 武装自己的学问 参与抗争 表达你们的意见 但是都一定要保护自己 我一息上传 都要和大家在一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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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千人 都是中学生 但是我们 这些场合 我们不会讲很长的打气 你看到 现在年轻的一代 为什么会对政府这么反感呢 就不是你林郑月娥所说的 网上有很多谣言 有很多假消息 你们要认清事实 你说这些东西真是多鲠鱼 事实是非常清楚 就是你应该扑街不家产 但是你没有扑街不家产 你继续作恶 基本上整个特区政府都要收工 我在这里可以和 所有的 在看节目的朋友说 这个特区政府 没有一个是无故的 包括行政会议 所有成员 所有成员 除了公务员 行政会议成员 行政会议成员 加上警务署 没有一个是无故的 他日香港光伏 转型正义的时候 就一定要和你算账 即使我们看不到这一日的来临 年轻人 我跟他们说 你要保护自己 未来的世界是你的 不要轻然牺牲 大家会看得到 我看不到 但是我们的年轻人 会看得到 这一场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决战 这一场运动 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 本土意识 和外来政权的斗争 这一场运动 也是世代之争 要将这一班 仍然当权的 这一班废佬 踢进历史垃圾堆 我们做不到 现在的年轻人 是有机会做得到 柏林围场 打倒三十周年 今年是 大家想想 1989年之前 1989年之前 谁想到围场会倒倒 苏联帝国 整个东欧 就是苏联控制 苏联自己一倒 全部倒 苏联帝国 有人想到吗 之前 朗努烈根想到吗 他做那么多事 现在这个德国领导人 当年他想到吗 他在东德的时候 这个东德 东德 是吧 恐怕是从他走过来 喝西德的啤酒 人家这种统一制 突显这个民族性 即使东德在 共产党 即是铁堤控制下 是吧 当我远远 一推倒的时候 东西德统一 是吧 经济差那么远 是吧 德国人 德国这个民族 就是优秀 是吧 是吧 即是你看到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那种 反省 忏悔 负罪 的行为 你就看到这个民族 优秀 你中国人 就没有忏悔的传统 是吧 没有负罪 是吧 是吧 德国是二次世界大战的 战败国 战败国 是吧 他发动这场战争 搞到生灵涂弹 对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和害 但是这个民族 懂得忏悔 负罪 是吧 所以他就有机会统一 今天两个德国 明天一个德国 真的是这样的 今天的中国 不可能今天两个中国 明天一个中国 即是 大家看到的 那个 强弱元素 现在就是最大战 台湾得丁士 他这么大 是吧 但是东西得 不是 是吧 还有你共产帝国 不是强那个 是吧 那你和他强的那个统一 是吧 现在不是 现在你强的那个 和弱的那个统一 那当然吃了你弱的那个 大哥 还有 今天的中华民国 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他们的 意识形态斗争 是很无谓的 基本上是 是吧 那真是政见之争 但是香港 这个不是政见之争 这个真是 敌我矛盾 我不是说我 我们的下一代 现在的年轻人 和你 这个特区政府 和这个中共政权 是那个 意识形态的斗争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是敌我矛盾 你不要说 大家都是中国人 香港是中国的地方 香港是中国的地方 你这么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百可分割一部分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是吧 我大了 但是 这里的年轻人 不会认为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部分香港 然后他是中国人 大哥 那为什么你不检譜呢 是他们笨 是这些激进分裂势力 屠毒这些年轻人 是那些外部势力 去屠毒这些年轻人 令到他们 你什么 就是 不认自己是中国人 你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你不照一下镜子呢 或者照一下盆水呢 你那个 这么狠狠的面孔 他觉得跟你不是同类 大哥 你不但这个面孔 真狠 你的行为是极为 凶恶的 真狠的面孔 魔鬼的行为 他怎么可以跟你同族呢 你有反省吗 于是你就经常觉得 你那些年轻人 不听教 林郑月娥就是这样 亲口跟我说的 中坏了 政府欠了他的 社会欠了他的 你都这样说话 你明白吗 他做司长的时候 所以我是很认真 六八九 名字也是我帮他改的 但是林郑月娥做特首 我就告诉别人 他比这个阵英还凶恶 比这个阵英 我们都要说的 你香港长治久安 就是你共产党要放手 退一晚暴港 你要恢复 那个基本法的承诺 甚至乎收割了基本法 当然这个不是我的主张 我的主张是全民制宪 你都更激 是吧 还政于民 你现在很简单 是吧 你重啟政改 改了个选举办法 已经是还政于民 一人一票选特首 没有筛选 七十个议会 全部直选产生 那就还政于民 还富于民 拿着这么大的外汇基金 拿着这么大的财政储备 封你了 施政报告猛 叫人买屋 提高按揭乘数 不理民间疾苦 这个是深层次矛盾 一点都没错 一个是政治 一个是经济民生 现在就算你 真是 洗心革面 要去做这些事情 都有一点 太迟 因为现在已经走不回头 你就算到今时今日 看到这些放火 是吧 倒路 没有错 很多人带来一些不方便 但是时间很短 我们这些下一代 或者香港人所受的 长远的痛苦 哪个来彌补呢 好像我今天去将军澳 来回 我都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说二十分钟 说十五分钟 都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不会有怨言 回家 都没办法 把车直达到家 是吧 都要等一辆车没有雷工 那么远 然后走路回去 是吧 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 so what 比起那些 被你残酷对待 是吧 有你没你 就扣留你四十八个小时 不扣告你也好 都扣留你四十八个小时 接着打餐飽的 是吧 那些女孩 你就非礼强奸 什么都齐 是吧 那些暴徒 所谓暴徒 她有没有去放火烧铺头呢 有没有进去抢东西呢 反而人家拍到你畜牢 又去休品了 你了 拿杯可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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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我真的无耻到极 休息一会